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TVBS晚間新聞 我是主播范廣正 下面為您帶來一則新聞 國外研究證實 累積抗生素與心血管疾病 正息息相關 抗生素並非陣痛消炎藥 主要是用來對抗細菌 以及產生的發炎 臺灣人每年平均要吃掉 一百億元以上的抗生素 不過長期服用可能會有潛在性的風險 根據歐洲心臟期刊的最新一篇研究 長期服用抗生素的年長女性患心臟病 和中風的機率相對較高 不過我國醫師普遍認為 研究沒有指出兩者有直接性的因果關係 所以請民眾無需過度恐慌 但是民眾在使用抗生素上 仍須遵循三不原則 一不自行購買 二求診時不主動要求 三療程期間不隨便停藥 才能真正達到治療效果 而不對身體造成不必要的負擔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范廣正 我們下次再會